大家好 今天早上我不是发了一个视频吗 说我们B站为什么收益这么少 然后马上就大家就是有些回复嘛 有些人说就是是不是收藏的问题啊 或者是其他的评价问题啊 什么转发问题啊 我知道这个肯定是有一定影响 但是呢不可能就差距那么大 然后有一个观众就提醒我说 你可以问客服 我觉得就马上就问客服嘛 然后今天上午接着就给了一个回复啊 然后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因为原先的时候我们投的这个分类 都是投到纪录片旅行分类 然后昨天呢我投了两个视频 因为我正常都没有这样拍嘛 然后我趁点拍了两个视频 投出去之后我发现原来有收益啊 然后收益还挺多的 就两个视频可不能就50多块钱嘛 所以呢 我们之前投的这些视频 全部投到了这个纪录片这个分类 这个纪录片分类是完全没有收益的 就提醒大家 就像广告番剧电影电视剧 纪录片这些分类 它以及转载和绿洲计划和商业推广 都是没有收益的 所以我们可能这个从年初一月份开始 一直到现在我们全部投所分类了 实际上都是没有收益的 我估计大概是应该是至少有三万块钱是没有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就问了我们应该投哪个分类 然后其实B站客服都非常好的 是我觉得最可爱的客服 然后他说我看你这个还是应该投的纪录片 因为你确实是符合这个 但是这纪录片是没有收益的 所以我决定了以后就全部投到日常这个 这里也是就是很感谢大家的一个提醒 然后我也想再提醒大家确实要注意 这个投的这个稿件的转载 而且B站这个收益说起来还是挺多的 然后一万播放 我估计应该是有三十到四十这样一个播放收益 好了谢谢大家